陽光基金會每年服務超過400個燒傷岩順兒家庭 幫助孩子面對傷痛 還陪伴他們學習自我接納 就學適應等諸多挑戰 甚至燒傷附件艱辛的陽光大學姐任嘉宣Selina 也應邀無常拍攝公益影片 與燒傷岩順兒入境同樂 看著他們的同言同語 可是其實他們在跟我這樣講話的時候 還有拍攝過程的時候 他們的身體都是正在承受的復健 或者是手術完後的痛苦 那我自己也經歷過 所以我知道那個過程是很難熬的 可是你看著他們 當他們認真在畫畫 或是跟你同言同語 甚至有時候他們就說 我好耐喔!我不想拍照了這樣 可是你會覺得特別的心疼他們 然後也很佩服他們的勇氣 像他們在跟我陳述 他們受傷的過程就說 喔!就是一鍋湯 然後整個這樣倒下來 在我身上從這裡到這裡這樣 你就會覺得心真的是會糾在一起 陽光開朗的阿妙 九歲時因為熏香精油氣爆 造成全身72%至3度燒傷 顏面與手部嚴重燙傷 在基金會的幫助下 熬過附近艱辛勇敢踏入社會 沒有陽光開朗的事 不知道受傷到傷的自己 是可以怎麼做讓自己更好 然後也因為陽光開朗的幫忙 讓我在附近上 然後求學上順利很多 他們小小的身體要經常接受生理重建的手術 要經常面對這一切的不舒服跟不愉快 還要面對別人的一氧眼光 甚至還有非常多的人際關係的挑戰 所以陽光所做的一切 不管是生理重建 兒童遊戲治療 到後期還有小朋友如果要入學前 我也做學前的這個適應的這樣的服務 還有入學宣導 在所做的一切 當然還有包括假助學金去鼓勵我們的孩子 能夠多遠的學習跟發展 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小陽光們在成長的過程 稍稍好過一點 陽光基金會與全聯攜手合作 愛從一開始臨錢捐活動 即日起到12月底 民眾只要在各地全聯福利中心投下手邊臨錢 捐出點數就可以幫助燒傷嚴損兒 在友善的校園環境及求學之路中自信成長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林 oli销 王志 fuerza 臨場 陳傑 安幸 respected 我 惡 itís 即日